我們發生率 我打開一個記事本 部屬庸程式 記事本 好 每十萬人口數登革日發生率 這個公式 我跟你講 你在國小五年級 你馬上就寫得出來 既然是發生率 率一定是處法 對不對 然後 所以在這邊 上分母跟分子 然後用處法 是不是就可以產生這個率 好 請問一下 這個 這個地方分子我們放的是什麼 發生率對不對 就是 登革日 登革日 發生素 那請問一下 那這邊是不是 那個各行政區的 就是每十萬人口 算出來的那個數值 就是人口數 人口數 然後 這個是要 因為我們是要每十萬人口 所以乘十萬 可以嗎 這個公式 請問你在國小五年級 絕對都寫得出來 所以我們就不糾結在這邊囉 可以嗎 如果你真的不會 那你就去問Google大神 一定 有很多人 那個都可以幫你解答 好 那接下來 我們是不是要想辦法 算那個 那個 登革日的發生素 還有什麼 人口數 好 那 為了 方便我們 一步一步的理解 所以我乾脆 分別來告訴你 首先 首先 這個地方 登革日的發生素 所以我 這裡面 我是不是要先有一個 就是 這邊各位要知道 它有一個確定病例數嘛 所以 我們是不是要去算出來 就是說 這個 用 我用 我用這張資料表 我用基本資料 就是 詳細資料表 然後 這邊是不是有一個叫做 居住 縣市 二鄉鎮 好 為了我們上課方便 所以 我 把格式稍微變大一點 首先是標題 標題 變成14好了 14 居住縣是二鄉鎮 然後 內容 就是 直 我也把它變稍微大一點 就是 他這邊他排的第一個居住縣是二鄉鎮 他是排宜蘭縣三星鄉 我想 我想證明他沒問題 那接下來 請問這個 登格熱的 病例數 登格熱的 病例數 請問你 我們是不是要自己算出來 也許有同學會說 老師這邊就 勾血 他是不是就算出來 宜蘭縣三星鄉有多少 確實這個是答案 可是我們要自己去算出來 如果我們要自己去算出來的話 請問一下 我們是不是要用C-O-U-N-T 這個函數 就可以算出來了 所以怎麼算 所以滑鼠右鍵 新增量值 可以嗎 新增量值 好 這個新增量值呢 我們叫做 登格熱 發生 發病 數 所以使用的函數是不是 C-O-U-N-T 然後 接下來 接下來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 居住縣市二鄉鎮 又刮湖 首先 第一個 我用的是 新增量值 新增量值 像一個計算機 為什麼他用計算機 您知道嗎 他用計算機的意思是 計算機算完的數值 有沒有存進去這個資料表 沒有 對吧 你拿計算機這個工具在旁邊算 2加2等於4 這個4的結果 有沒有存放進來到這個電腦裡面 這台這個資料表裡面 沒有 稍微注意一下 這是新增量值的特性 然後接下來 我用新增量值是不是算 登格熱的發病數 為什麼 我一步一步算給你們看嘛 我一步一步 我現在是不是先算登格熱發生數 登格熱發病數 可以嗎 好 所以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 用C-O-U-N-T來去計算 計算什麼呢 計算我這裡面 這張資料表 登格熱1998年起 每日 確定病例統計 就這張資料表 然後 這個居住縣市二鄉鎮 這個宜蘭縣三新鄉 總共出現幾次 那不就是發病數嗎 請問這個 這個居住縣市二鄉鎮 我可不可以換成 例如說 感染國家 感染村里 統統都可以 就是在算說 總共出現幾次 不過一般來說 我們都是用這個 居住縣市二鄉鎮 Enter 然後記得哦 請打勾 這邊我們是不是算出來這個數值 可以知道 我 我剛剛如果在這邊 我直接勾這個 確定病例數 也是可以得到 一模一樣的數值 可是我會希望 你們 因為 今天我們全部都在用 新增量值 新增資料 我會希望你們 真的很清楚了解 就只有這兩種的算法 好 我關掉了 確定病例數 好 請你們動手 做到這個地方 我把 登格熱發病數寫在白板上 請各位動作儀表 稍微跨一點哦 登格熱的發生數 等於等於C O U N T 然後我用的是居住縣市二鄉鎮 居住縣市二鄉鎮 當我用的資料表 那個資料表 我就不寫了 那些資料表 我們今天都在寫這些行事哦 理論上你應該會寫得比我更快 因為 因為你都是用 Tab 鍵 好